很多的臭宝说老花姨怎么样买花的时候去挑花选花 你在线上的话呢 你就看一些店铺评分啊 口碑就行了 你在线下我教你一半嘛 首先第一步你过来 不论你挑什么花 你先这样 看能不能低头起来 你别管它是什么呀 但是你下手有个轻重啊 有的那种很巨大的盆 你比方说 给你打个比方说这样似的 这种很大盆的啊 你跟老板聊的这样 老板这个花多少钱呢 你悄悄的这样试试 就像我这样悄悄的试试 你别你觉得这样耗不动就行了 因为害怕啥呢 它刚种进去的那个 你轻轻一拔它就出来了 有时候啊 你不知道里边有没有根 像我前年 大前年的时候 还有花友跟我说 在集市上买了一个没根的 所以第一个就看有没有根 第二个呢 如果说你跟老板聊的比较好的话 你如果说能 你这样拔起来看 哇这根系都长满了 你放心吧 这种买回去肯定成活率特别高 贼拉高 明白吗 还有一个就看这个用土了 其实这个土跟那个盆 你怎么样去判断好与坏啊 首先 你摸一摸它这个土松软吗 会不会容易板结 就是它干的时候会不会 湿的时候会不会黏糊糊 稍微一干是不是硬邦邦 这种土你尽量别买 基本上买到就噶屁 买到就噶屁 你要是从表面去看的话呢 有看叶片 叶片有没有病虫害啊 你翻过来叶片看一看 有没有虫卵啊 你看叶片干不干净啊 亮它不亮它 你像我们这一批苗子啊 该撕肥了 你正常的这个颜色呢 应该这种墨绿墨绿的 颜色油黑发亮 一滴露根系饱满 那这个就 那种就是很哇塞的了 如果说很差劲的 它就差点意思啊 还有还有一个点 像草本的东西呢 买老装 存活率是很高的 而且大家也要养护起来 比较简单 像木本的 大家你看出于什么目的啊 如果你玩盆景的除外 如果你想要开花的那个 月季老装啊 茉莉老装啊 绣球老装啊 尽量别碰 因为那种就是人家淘汰不要的了 跟我大舅子一样 我说你变变 非得找个50的女朋友 我说你干啥 他说他答应我60岁的时候 是我反拉利 我说那可以啊 你一定要盖着这个点 还有其他的也就没什么了 再一个就是问一下价格 货币三家嘛 价格问题自己解决去吧 因为我也不知道 因为一个地方一个价 在选花的时候 也稍微百度一下 或者是从平台上搜索一下 你们常用的一些东西 适不适合在室内养 对吧 一般这种官业类的 都适合在室内养 一般只要开花的木本的 都是适合在室外养的 自己斟酌着来 有什么不同的 即使问我就行了 我们家客服随时都在 我有时间也会给大家 开开直播拍拍视频 我是老花一 价格最在一 白了臭宝 点赞啊 还有 他对 是 好 嘻嘻